登登 這是我們的房間 超漂亮的耶 然後進來 印度眼簾就是非常漂亮的一個落地窗 然後你看一下我們的窗外景色 超漂亮的 可以看得到他們底下那個教堂 這是他們很有名的一個教堂 所以你看 一大早就有一整排的哈根達斯可以吃 大家好 我是德瑞克 今天的話 我們來到新竹嘛 那我有拍一系列早中晚餐宵夜的片 那我們這次來住的是新竹 新...應該算是成立沒多久 一個世新的那個飯店 然後這次我是弄那個亞洲萬里通 因為現在大家疫情沒辦法出國 所以那個萬里通的時效快要到了 然後也不能換機票 所以我把它拿來換我們的飯店 來看一下 哇 超漂亮的 很大間耶 然後聽說它這個上面這個地方中庭 是一個那個結婚的 上面有一個教堂 那我等一下來拍給大家看囉 走囉 那裡面會我們的房卡跟早餐券 那上面都有寫你的餐點跟時間 好 後面這三張會是保養品的成價券 後方有適用信息 那各位來做結帳 OK 好 謝謝 那各方電梯我們要從後方這邊上去 後方這邊 好 謝謝 現在大家看一下這邊這一間飯店 因為它是世新幾 所以它有自己的烘焙法 對 你要看一下它的烘焙法 你看它自己還有開一個麵包店 巧克力耶 看起來不錯 哇 有巧克力耶 好 我們今天住的是7樓726 現在來去坐電梯啦 嗚 它電梯是雙向的 整個電梯全部都是鏡面的耶 像夜店一樣 好啦 它整個進來還是蠻舒服的 然後整個是兩邊都有那種微微的 漂亮的黃色燈光 串 劉 車友 哇 好漂亮啦 這東西先放一放一 browse 剛才再介紹 丹丹 這是我們的房間 超漂亮的耶 四星級的真是果然就是不一樣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剛剛一進門 它右邊就是衣櫃 而且衣櫃都有玻璃 所以你會感覺就有那個鏡子 所以你會感覺是非常的沒有被遮蓋住 然後衣櫃裡面就是 喔 打開還有自動感應的燈 然後就是浴衣 燙衣服的 然後這邊左邊進來的話就是一樣有水嘛然後有這個 加熱舞加熱舞還不錯耶 Kingwood 然後 咖啡很不錯喔咖啡是UCC的喔 然後自己他們法弗麗的這個 弗洛麗不好意思 弗洛麗的這個自己的茶 紫色的東西而且是龍毛的他不是那種紫的 這個包給我帶給家 這個不錯這個很有質感 然後進來 鷹入眼簾就是非常漂亮的一個 落地窗 然後 電視也不錯電視是LG的然後也是屬於比較薄的液晶插櫃看起來也差不多有 40吋左右然後 床的話就是一張大床很舒服 軟的 然後一樣有 兩邊都有這個 台燈的控制鈕然後看一下有沒有插座 哎呀好可惜呀 他床邊居然沒有插座耶 跟一個 桌子啊這個桌子很棒就是每次出來的話我都可以剪片就來這邊剪片 然後 一樣也有放一些小零食 一樣就他們樓下他們樓下就有 麵包 幸好沒有買這個 然後 蒸油味酥餅 他這邊裡面還有這個自己的這個除濕機供應清淨機 然後你看一下我們的窗外景色 超漂亮的 可以看到他們底下那一個 教堂這是他們很有名的一個教堂 就是可以 玻璃屋然後在這邊結婚很漂亮 空中花園 超漂亮的 然後你看喔 我們的廁所是這樣子 他是很特別他是用一個綠色透明的 裡面有浴缸 我進去裡面看一下廁所 這個很 很乾淨因為一進來他是屬於那種 光滑的大理石的部分白色系的 然後 哎唷 酷耶 他把那馬桶自己打開了 他這個免治會自己偵測把馬桶打開 那我們來跳出去看看他會不會關起來 還是要躲起來一點 所以要自己把它關起來 然後玻璃的話是兩面玻璃很漂亮 然後是白色的洗手台 還有附玉球 毛巾 然後這個 梳子啊 花火刀 然後還有牙刷都這種 必備品都有 然後一樣也有這個 牙線跟 棉花棒 很不錯 然後他的這一個 臉的這個鏡子 因為他有放大的效果 臉已經夠大的就是在鏡子裡面更大 整個完全就是你看一通到底 我這邊可以直接看到外面 我們的房間然後再看到外面我們的 那個叫什麼 戶外的那個落地床 而且他竟然是乾濕的你進來這邊就可以 門打開 進來這邊 淋浴 然後還有一個 蠻長的這個 泡澡 超棒的 然後我在這邊泡澡 我來看看看電視 超爽的 這間真的很棒 目前住過算是很不錯 然後今天其實我們蠻可惜 因為我們是有 本來我是蠻期待他的自助餐 早餐 但是因為他現在疫情關係 自助餐的早餐已經被 取消了改成是 那種這個 套餐的方式呈現 所以我們是預約明天早上8點 吃他的套餐式的早餐 那到時也會介紹 拍給大家看 剛剛在他底下買了兩個 買了兩個 他這個 馬卡龍跟他的 烘焙棒的巧克力 等一下來吃吃看 吃吃看他這個巧克力 這是黑巧克力的 裡面是有 市里人果 南瓜籽 黑巧克力好好吃喔 他黑巧克力不會太甜 其實我覺得這蠻可惜的 他在新竹 如果是在台北的話 我覺得 我的婚禮我會想要辦在這邊 因為老實講他真的蠻漂亮 他是在一個 中庭上面 的一個 開放式空中花園 然後又有一個教堂 玻璃教堂 旁邊就是直接是宴會廳 這個就是他的一個玻璃教堂 好啦那今天我們的房間介紹差不多這樣子 那明天我們會介紹他的早餐給大家看 可惜早餐不是 他引以自豪的buffet 但是他看他套餐的內容看如何 各位我們現在終於要回飯店了 而且我跟大家吃底下介紹 這邊有一間這個 永和豆漿啊 這間是我以前在 新竹Friday打工的時候 我們每次結束啊 大家都是11點12點 來這邊吃 雖然我們現在已經很飽了 但是我想要回味 所以我們隨便來買一點點東西 等一下給大家看看 來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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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好囉 我們回飯店囉 這一次旁邊那一間那個 永和豆漿 和他的和粉蛋餅 是真的很好吃 這個 和粉的九層打蛋餅 跟這個 這個是他的 鍋廳 一份成30塊 還有 和蛋餅 標準款 哈囉大家好 我們 的一個 今天到隔天早上 八點 然後我們要一起 我們是排八點的早餐 你看看他的用餐環境 用餐環境其實蠻大的喔 對不對 蠻大的 你看 蠻漂亮的 雖然是早餐 可是他好像上面還有 發牌上面還有的東西 都還是可以吃 所以你看 一大早就有一整排的哈根達子可以吃 開放式的 廚房 然後這邊是做餐點 給大家吃 這邊還有一些 小的蛋糕 可以拿 然後這邊還有 一些 麵包 然後有果醬 這是我們的早餐到了 然後我的是美式的 一輪是點中式的套餐 德式香腸 馬肥跟 草野菜 歐姆蛋 跟這個 這個是那個 法式吐司 跟草香菇 然後他自己那邊還剩下有一些就是 生冷的自助吧 這個是他的鮮魚衛生湯 來看一下他的 肉多大 肉超多的 然後 這個有青州跟 他好像昨天你點的是那個 燒雞跟針魚 對然後 不得不多啦 他這個中式的 套餐是有點像我以前當兵在吃的 因為他中間有一個這個 茶葉蛋跟這個 小籠包啊 這個是 當兵操場在吃的 好啦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餐廳 我們就是 這一次就回飯店 回房間休息 靠你 你這邊的 電視聲音啊 廁所裡面有立體聲 然後我覺得蠻可惜的是 我的房卡 不知道為什麼 我逼不到六樓的健身房 他沒辦法讓我過去 等一下去問一下那個櫃檯 總結這一間我覺得 基本上來講非常的好 非常的棒 你看這個view 爽啦 喜歡我們這系列出租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之後會去拍更多更多的 全球各地的 旅館開箱給大家看 如果有錢的話 我們會跟你們